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聊聊天 我们不说那些严肃的商业问题 2022年新的一年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上 很多人就是追忆过往 展望未来 也有很多朋友 在各种渠道立了flag 当然我也一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flag 我在2022年 要让自己坚持冥想 这个其实也是我发现 对我生活和工作 都比较帮助的一个小习惯 有些人说了 冥想就在那坐着 那不就浪费时间吗 其实不光小林冥想 像是比尔盖茨 Steve Jobs 乔布斯 小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 都是冥想的极度推崇者 你说这些人 要么创始人CEO 每天忙得要死 一分钟都得掰好几万花 他们竟然有时间去冥想 他们为什么要冥想 你是不是也想试一试了 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冥想 一提到冥想 你脑子里想象的 是不是这样一幅画面 就是一个和尚往这一坐 要不就是这样的事 反正这是我对冥想的第一印象 当然冥想肯定远不止于此 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 有人说三千年 有人说五千年 当然这个事也不重要 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宗教修行的一种方式 其实我在参加瑜伽老师 培训的时候 老师也教过我们怎么冥想 但是你听着总感觉 有点spiritual 就是你听着有点玄乎 感觉有点迷信 我对这个事也是半信半疑的 但大家知道 小林这个人就是喜欢去研究 他背后有没有底层逻辑 我才会去做那个事 所以之后我也查了 确实是有一些 脑科学方面的依据的 这个一会儿我们具体再说 而且我跟你说 冥想现在已经完全不小众了 就数据统计 2017年的时候 美国就有超过10%的成年人 进行过冥想 而且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 光冥想类app的独角兽 就已经有两个 其中大的那个 下载的次数已经超过一亿人 所以它完全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 每天要是你的朋友跟你说 他开始冥想 那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不要飘出去 一个异样的眼光 这样就会显得你 非常的孤陋寡文 好 卖了这么多关 那冥想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它并不是说 你就往那一坐大脑放空 当然也不是冥思苦想的意思 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 或者定义 我就说来我的理解 其实冥想就是说 你专注当下 你focus在你现在这个时刻 去观察你自己的思想 你的呼吸 你的身体 你的情绪 你的环境等等等等 它有点像是 就你往那一坐 你的灵魂先蹦出来 然后就在旁边 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观察 可以观察你 可以观察你周围的环境 可以观察任何东西 然后那个灵魂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冥想 你是不是听着点玄乎 我们来稍微举几个例子 其实冥想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最常见的 也是大家最常用的 就是关注你的呼吸 就比如说 一二三四五七七 六七八就是呼出来 就专注到自己的呼吸 相当于你在观察你的呼吸 这就是一种冥想 还有像和尚念经 念经的时候发出那种声音 专业名词叫mentra 和尚他在那念哦哦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 focus在他自己的声带的震动 哦哦哦 就感受自己的整个脑腔的那种共鸣 它就也是一种冥想 还有一种很常见 叫body scan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浏览你的身体 观察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就你往那闭上眼睛一坐 好 然后现在你就开始关注你的头顶 关注你的额头 你的鼻腔 注意力 集中到你的喉咙 你的胸腔 左臂右臂 左臂到手肘 到你的一二三四五指 大概就这样 整个浏览一遍 五到十分钟就过去了 就其实是小阶段的冥想 当然不是说睁着眼睛在那看 你的身体各个部位 闭着眼让你的注意力 从你的身体各部位扫过 还有一种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 叫做visualization 想象一个那种周围的环境 就是你现在闭上眼睛 你来到了一片草原 这个绿油油的草坪上 有一头牛 怎么样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些只要你focus在当下 通通都可以算成是冥想 那有人就问了 就这 你说谁一天闲着没事 坐那听自己喘气 有病吧 咱开头说 那些CEO忙成那个份上都冥想 那为什么往那一坐 你想象着一幅草原 一头牛 就有帮助呢 你坐住了 听我讲 冥想它其实是对大脑的一种训练 就像很多人健身一样 你可以把冥想理解成它在健脑 我自己也查了很多 像是Ted Talk上那些 研究脑科学的教授 关于冥想的演讲 还有一些权威的论文 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总结 我把那些link也都放在下面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自己去看 大脑是怎么运作 就是当你去学习一个新东西 或者接触一个新事物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会形成一个神经元的连结 就这样连起来 这你是看不见的 当你不断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这个神经元的连结 就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 当我们一件事做的次数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熟练 觉得它越来越简单 就像你健身一样 当你比如说你老练这块肌肉 那你这块肌肉就会越来越发达 当你集中老是训练你脑子里的部位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会越来越发达 只不过如果在身体上 你是能看见这个肌肉越来越大 但如果在你脑子里 你是看不见的 好那冥想到底是怎么建脑子 它到底是刺激了你脑子里的哪些区域呢 就有研究表明 它对某一些区域 是会有加强的刺激作用 然后某一些区域是减弱的 也就是说你加强的那些区域 就会越来越好 减弱那些区域就会越来越弱 加强这边都有什么 关于你自我认知的 关于你的同情心 创造力 还有集中精力 这几块都越来越好 就是说你长期不断的训练 你就会变成一个更有正能量 然后也自我认知更强的人 而且会提高你的记忆力 因为它不断形成 那个神经元的连接 相当于把你大脑皮层的 那个面积越来越扩大了 脑容量变大了嘛 就是记忆力变好了 所以有些人就有研究说 很多60多岁的人 他们长期坚持冥想 他的大脑 基本是跟20多岁的人 记忆力是差不多的 乔布斯在去世的时候 他的脑年龄只有27岁 有的时候我们听说 说有个小孩 比如说他学乐器 或者让他学书法 其实你想学乐器的时候 我们就是focus在当下 你就要么就在这拉琴 写字就在这写字 看似没有意义的东西 但其实是对你注意力 或者对某些区域的一种训练 它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冥想 刚刚我们说那些是加强的部分 那哪些是减弱的呢 就你大脑里头 有个叫做后扣带皮层 英文叫做posterior singulate cortex 是不是很高级 这个地方是跟你产生焦虑 和压力情绪相关的 还有你的一个叫做性人和的地方 那里边跟负面情绪相关的地方 在我们冥想的时候研究表明 这两个区域是不活跃的 所以换句话说 就你长期坚持冥想 这些跟负面情绪相关的 那些地儿就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不活跃了 慢慢萎缩了 就有助你去缓解压力 其实你知道吗 人每天有5万多个想法 因为人的天性 这里边有80%都是负面的 比如说我经常坐飞机的时候 我就会担心飞机会不会掉下来 你从来不会想着 飞机在天空上游行 有多么的美好 我小的时候 经常我爸出去出差 他但凡不坐火车 要坐飞机 或者坐轮船的时候 我就每次都特别担心 别出什么事 他一落地 我就得让他赶紧给我打电话 报平安 还有就大家如果工作里也是一样 你可能很难今天想象到 我这个project做好了 我就变得多么多么的厉害 你可能担心 我这块是不是没想到 这块风险怎么办 老板不满意怎么办 我今天年终奖不行 我生日生不上去怎么办 我老婆跟人跑了怎么 我老公有小三了怎么办 就很多想法都是这些负面的 而且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当你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是在不断训练你的大脑 去产生这种负面情绪 就你和负面情绪相关的 那个后扣带皮层 还有那些杏仁盒 还有那些产生负面情绪的地方 它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把它练的 就再有一点什么事 但反正你这负面情绪 立马就出来了 所以你整天就 worry about这个 worry about那个 你就慢慢变成越来越善于 worry about everything 其实你就是在 为自己的焦虑而焦虑 你每天都不知道 你在担心什么 就让人担心 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很丧 所以别担心 你不是还有冥想吗 冥想是干嘛呢 它其实是帮助你大脑 我把这个开关里关了 我来reset一下 然后我冥想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想过去 不要去想未来 就想像着现在 现在没什么可担心 对你就往那一坐 你担心什么 所以你是去训练大脑 不要去产生这些负面的情绪 那有人就问了 你说大脑越训练越厉害 那我为什么不训练 自己产生一些快乐的情绪呢 这个就是快乐情绪 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 我让你现在 今天就往那一坐 你给我快乐一个小时 你去试试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如果能把这些负面的 闸门给锁住 你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通俗来讲呢 冥想就是帮助我们 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脑 让我们变得又聪明又快乐 这只是有这个依据 也不是说每个人 冥想完了之后 就都会变得又聪明又快乐 就跟你健身似的 有些人觉得健身很好 有些人觉得健身完了更累 对吧 之前美国国家卫生协会上 2019年的时候就有个报道 就有几个学者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找了1200多个人 这些被观察者呢 都经过了至少两个月的冥想 研究就搞定 其实有四分之一的人 在冥想之后 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负面情绪 虽然呢 没有明确的证据说 他们的坏情绪 就是由直接由冥想导致的 但是至少啊 他们冥想之后 好像这些情绪没有变好 所以就冥想 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 我就说说冥想对我自己 因为我是2017年底 参加那个瑜伽老师的培训 才真正开始接触冥想 就我一开始 那后来18年的时候 我开始创业了 创业初期嘛 我之前讲过一段创业的视频 真的是事情又多 你又不知道该干嘛 然后就压力就很大 有一天我就一摸 这块怎么没有头发 我当时吓了一跳 大概就指甲盖这么大小的 然后我就开始去上网去查 网上就有人说 这可能是跟你雄性激素 分泌过剩相关 What 我当时讲雄性激素分泌过剩 我就开始去医院查 一查好像激素也没什么事 我就买那种生发的药膏 往上抹 结果抹了也没有用 你每天就拿着手机 对着你那个 铺的那块拍 然后你就看着 那个相册里 全都是一块一块的荷 然后那个荷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也没什么办法 最后也查不出 什么真正的病因 那结论就是 你可能压力太大 那你说对吧 我总不能创业创的 命不要了 头发不要了吧 那我肯定想着 办法去让自己解压 我就重新开始去 每天固定一段时间 开始去练瑜伽 开始修炼 也开始了 之前我半信半疑的冥想 然后冥想之后呢 哎 我这个身体就变好了 头发也长出来了 身体也更健康了 感觉大脑也更聪明了 这这 看着想啊 确实是 慢慢的头发就长出来 当然我不能确定 说它就一定跟冥想相关 因为我最后也确实查了 有人说这种叫半秃 半秃 它就是隔一段时间 自己就好了 但是呢 我冥想之后 确实是感觉 对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是有帮助的 我说了 我简单说说 怎么冥想啊 如果你想开始 其实可以 自己花点时间试一下 其实一开始不用时间太长 我当时一个礼拜 也就两三次 就两三天一次 一次就十分钟就够了 所以非常简单 真的是没什么 那么大门槛 也不用花钱对吧 最开始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你的呼吸开始 你就往那一坐啊 闭着眼睛 一二三四五七七 六七八九十呼吸 你就别想别的 不要想过去 不要想未来 就这十分钟 就这十分钟 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这么不断循环 刚开始练的时候啊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走神 你就在这坐着坐着坐着 你就想到 我那个火是不是忘关了 我冰箱里那个西瓜是不是没解冻 我晚上是不是要吃鸡翅 没关系 有些想法都不要紧 你就轻轻的 把你的思想 这么一拨再给拨回来 其实你就完成了 对自己大脑的一次 非常精准的训练 这是最初期 最简单 投入最低 门槛最低的方法 大家如果想尝试冥想 我觉得你可以从 就是呼吸法开始试一试 其实你也不用介意 有些人说 必须要盘腿做 必须要怎么做 focus在你的呼吸就OK了 所以当你冥想练习久了 慢慢你就更容易练习 把注意力集中过来 就更加容易focus 也更容易意识到 自己情绪和思想的变化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助于 提高你情商的 情商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 你特别会说话 就叫情商高 情商其实是 你对自己和对他人 情绪感知和调整的能力 其实一般人 他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 是很难感知自己的情绪的 这也是为什么 经常我们发怒 我们焦虑 你明知道这个事对你不好 你明知道这些情绪 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你就是控制不住 因为人脑子里 还有一个部分 叫做prefrontal cortex 就是前什么皮层 你刚才那个cortec 不是是后面 刚才那个是posterior prefrontal在前面 这个地方 是跟你的理性认知相关的 当你在很焦虑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 它就是有点失控的 这就是为什么 人在焦虑自己 越焦虑 越难过 越愤怒的时候 你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其实冥想 就是你训练自己 作为一个第三者 去观察自己的情绪 这样的当你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 你就跳出来了 旁观者清嘛 对吧 你就慢慢不容易进入到那种 焦虑沮丧 无助困难的负面情绪当中 说到这儿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 就刚刚我们不说 有两大冥想类独角兽的APP 其中有一个APP的创始人 叫Andy 这个小哥 是个英国小哥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 就挺不幸的 他亲眼目睹了 他两个好友 车祸身亡 然后之后 他的姐姐 他的女友 又相继 因为是生病 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也去世了 他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 特别丧的状态 就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了 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跑到印度 整整当了十年的和尚 在这十年里边 冥想就帮助他 就训练自己大脑 对吧 就减轻这些负面情绪 慢慢就帮助自己度过了难关 然后之后他就又回到英国 后来在一个商业大佬的帮助下 就做了冥想的APP 然后开始去向大众 宣传冥想的好处 因为我之前听过他讲的一个Ted Talk 我觉得还是挺受益的 我把link放在下面了 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自己戳着去听一听 他的演讲不光小林听过 你猜还有谁听过 比尔盖茨也听过 刚才听的可能不是那个Ted Talk 可能是人家一对一的演讲 那咱就不知道了 但比尔盖茨之前 他说他对冥想也是不怎么相信 他总觉得这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听了Andy的演讲 他就开始想去自己去尝试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冥想的极度推崇者 他之前在推荐的一个书单里边 然后也特意推荐了 Andy写的一本关于冥想的书 我们最开始不是说 桥水基金那个创始人 瑞·达利尤 他也是个冥想的推崇者 他的开始冥想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六七十年代吧 那时候Beatles很火 Beatles有一次去印度 参加完一个冥想之后 就去纽约开了一个冥想学校 那时候瑞·达利尤 他不到20岁 一个大学生刚上大学的时候 他很喜欢Beatles 然后也很好奇 就去参加了Beatles的冥想学校 没想到这一练就迷上了 一开始就是一辈子 从这往后的50年 我觉得他可能是理解比较深 因为我之前看他写那本书里头的时候 他也写了很多 跟脑科学什么相关的 他说他自己在冥想的时候 总能让自己进入到 一个潜意识的状态 这个能帮助你激发很多 在你清醒状态下 都认识不到的一些创造力 就对他很有帮助 这是一些大佬开始冥想 一些算是趣闻吧 就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说冥想 它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我个人感觉 它的成本门槛确实很低 而且你一分钱都不用花 你往那一坐眼一闭 就行了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想尝试 那可以试一试对吧 如果你觉得好那太好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没什么帮助 那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能都觉得冥想没什么用 其实我感觉冥想就跟健身 真的跟健身有点像 你说健身好 健身对你身体有好处 这个事没有人反对对吧 但是你至于每天要健身几次 或者你是去跑马拉松 还是就是围着你小区走一圈 你是要每天都健身 还是一个礼拜就健身一次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去判断一下 其实冥想也一样 你不用非得 就是说我现在就下定决心 每天一次每次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也很难 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度 其实我就观察到 因为现在大家整天就拿着手机 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经常你隔十分钟 你就不得不拿手机 就算没人找 就算你手机没震 你就拿起来看一看 然后左滑右滑左滑右滑 看看哪个APP上 有个小红点给点开 可以清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天也是自我反省一下 然后也跟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冥想 也给我自己立个flag 我觉得确实真正需要关注的 是你的大脑 而不是你手机上的那些小红点 Namaste 让我们变得又聪明又快乐 因为人脑子里还有一个部分 叫做prift 有一个叫做posterior singlet pro 这个能帮助它激发创造力 帮助它 激发很多你自己在 我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了 就现在随着各种 啊